接著我們要上的內容叫做墨濃度 這裡會有計算 我們跟你講過了所謂的濃度是什麼 就是比例 誰跟誰的比例 糖在糖水的比例 文言文叫做溶質在溶液的比例 那什麼是溶液 溶液就是溶劑加上溶質 溶質加上溶劑 糖水就是糖加水 溶液就是溶質加上溶氣 所以就是分母放糖水 分子放糖 分母放溶液 分子放溶質 這樣的計算就是我們的濃度的計算 這是我們以前在八年級上學期 就跟你講過的事情 算濃度就是在算比例 糖在糖水的比例 溶質在溶液的比例 但這裡有多少的糖水 多少的糖 這個多少 你放不一樣的單位 就會出來不一樣的濃度的單位 你放的東西不一樣就會不一樣 國中基本上有這幾個 第一個是八年級上學期 有加了叫做重量百分濃度 通通通放公克 多少公克的 多少公克的糖水 有多少公克的糖 另外一個正式教是未來的有機化物的時候 正式教的叫做 體積百分濃度 多少毫升的酒裡面 有多少毫升的酒精 各種都是體積毫升 而我現在要教的叫做 容積末濃度 體積末濃度 簡稱末濃度 是生分之末 多少公升裡面有多少末 等一下再跟你仔細再把它寫再給你看 就是現在這裡的重點 OK 所以放的 那麼這邊有一個體積百分濃度 放在算酒的時候 就是有計畫物的時候會考 酒的當然叫度 那度就是體積百分濃度 廣告上58度高粱 什麼意思 你喝下100毫升的 58度的高粱 就等於喝了58毫升的酒精到肚子裡 那瓶子大概是4.5左右 喝100毫升就喝了4.5毫升的酒精到肚子裡 就是所謂的度 這個通常是在有計畫物的時候考 好你說我喝了這麼多的酒 就等於喝了多少的酒精下 就是度 體積百分濃度 那麼我們考試很少考體積百分濃度 因為我們前面教的是重量百分濃度 然後算法想法完全都一樣 所以很少人單獨考這個 就是講有計畫物考你喝酒的事情 你就考一下而已 然後我們已經學過了 重量百分濃度 請你回去複習 我現在要知道的內容跟以前也差不多 提型基本上類似 所以以前OK現在就應該OK了 以前不OK現在把它搞成OK也可以 好再來我們會在家庭作業給一些題目讓你在練習 但是我不再回去再去算什麼重量百分濃度 不會了 我們這張重點叫做 莫濃度 這張重點叫做莫濃度 是我們這裡要學習的重點 剩下以前就吸你回去自己再重新複習再重新看一看 那麼這邊有大概五種題型跟以前差不多 第一種是代工式 代工式 第二種要不用算 取出 不用算 第二種叫做稀釋 第四種叫做混合 還有一種很討厭叫做換算 給重量百分濃度換莫濃度 給莫濃度換重量百分濃度 給我換算這個比較囉嗦比較麻煩 但是前面的四種都是以前在學重量百分濃度的時候講過的題型 OK 了解一下 好 取出是不用算的 因為取出的時候不會變 取出的時候不會變 一缸200毫升百分之二十 取出十毫升還是百分之二十 所以這裡莫濃度一缸莫濃度三大M 取出一點還是一樣 三大M 沒有變 所以取出是不用算 另外一個叫做稀釋 稀釋的時候 你們當初在上台寫的時候 常常用補習班老人叫做算兩遍 公司代兩次我也沒有意見 那我的教法叫做糖水加水糖不會變 所以我就寫個等式叫做稀釋的糖等於稀釋後的糖 兩個相等就算算 也OK 隨便你都可以 就是比較也算這個簡單的題型 好 加水稀釋那個糖不會變 融質的量不會變 融質的量不會變 那這是兩種題型簡單的 那現在在這裡莫濃度公式 你另外再講一次 墨濃度 體積墨濃度 融積墨濃度 就是說多少體積中有多少墨 這麼多體積的溶液 糖水中有多少墨的溶質 或墨的糖 但有一個重點就是 這個的體積要用公升做單位 要用公升做單位 所以考卷上如果給你也是毫升 要把毫升換成公升 那麼寫作身分之墨 或者是大M 一大M兩大M 或者一個符號 一個中括號 所以中括號刮起來 就表示它的墨濃度是多少 比如說幾個例子 叫做兩大M 這個意思OK 所以一公升溶液中所含有溶質的墨數 叫做體積墨濃度 溶積墨濃度 又簡稱叫做墨濃度 算的時候就是分母帶什麼 分母帶公升 分子帶什麼 分子帶墨 通常條件上公升都不是問題 有問題的是墨 怎麼算墨 古時候教過你怎麼算墨 古時候教你如何算墨 我們教過兩個方法 請問你 古時候教怎麼算墨 十三 沒有十三 十三號 沒有十三號 沒有十三號 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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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例怎麼算墨 摩 摩得算法 幾例 摩得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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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兩個 你至少挑一個告訴我吧 我們教過兩個 你至少挑一個告訴我吧 不會喔 請坐 不會 各位 你一定要會 因為我這邊 一定要會 因為我這邊 反覆反覆的用 一個是多少個去處理六成十二三次方 一個是多少功課處理原子量分子量 你看到前面的公式就知道 你現在有第三個算法 因為身分之墨等於大量對不對 所以墨會怎麼算 可以用墨濃度才容易體積 所以只有第三個算法 所以你的第二個算法 跟剛剛講第三個算法 是考試長考的算法 考試長考的算法 所以 你一定要會 因為這裡 重點就是要知道墨 因為你有墨 才會算出墨濃度 你有墨才會算出墨濃度 所以就請你要記得 OK 記得公式 記得怎麼算墨 這是你目前要特別注意的事情 OK